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中共在今天悍然推出了港版国安法 这是对自由世界的挑战 这个挑战的性质跟中共上一次突然袭击印度边防军打死20人 可能更严重 因为香港是西方自由世界在东亚的一个主要的桥头堡和据点 它的这个作用在历史上来说 就相当于罗马军团攻占布列典以后 攻占布列典的一个据点建立了伦敦 从那以后自由地走着就在伦敦发芽 并且最终使得英美文明达到了人类文明的巅峰 所以有人说这个城市是否能超过伦敦 那个城市是上海什么的 其实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超过伦敦 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一个城市可能超过了伦敦 那就是纽约 但是呢在很多方面在深厚的文化积累历史遗迹方面 纽约还是不能够跟伦敦相提并论的 而香港呢就是1840年英军在东亚建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而且呢是英国人呢在东亚最后一个撤退的据点 所以说呢英国人对香港的管理时间呢多达140多年 在这期间呢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西方式的政治 这个经济 金融 文化 教育 卫生 医疗体系 这个体系呢它闪现的光辉呢远远超过了很多中国人对它经济上的估计 比如说我举一个这个香港人的这个 就是英国人给香港人带来的这种文明素质 这种文明素质不仅让中国让台湾汉颜 甚至连日本韩国这些亚洲比较优秀的国家都没有 就是有一个这个台湾的高中学生 他是在两年前的时候呢转学到香港去 因为一般现在家长中国的家长嘛都比较 就是中国人家长吧 华人家长都比较担心自己的这个子女 所以说往往呢都是很快就转学了 结果这个台湾学生呢到了香港以后呢 跟老师第一次交谈的时候呢 老师就称他为先生 然后直接了当地称他 哦 Mr. Wang 欢迎你到这个学校来 然后我是你的班主任 希望呢有什么事情你直接找我联系 这一句话就使得这个台湾学生当时就惊呆了 然后他回去兴奋地就在他的那个 就是在他的那个朋友圈子里面就通过那个软件的那个朋友圈子里面 比如说台湾人爱用的拉音就告诉这个台湾的同学 哇他说香港老师称我为先生耶 就是他的这个惊喜 这的确是一种惊喜 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 对于东亚地区的人们来说 他这个上下阶层的关系是壁雷甚严的 没有人称一个学生为先生 而是恰恰相反 所有的老师校长各级领导或者大人长辈 在年轻人面前都是傲慢的 而香港不然 为什么香港会与中国与台湾不同 甚至与韩国与日本都不同呢 因为它是一种正宗的这个英伦的文明 来自英国的文明 所以说呢 这种文明呢 现在呢就消失的危险 这个文明之所以强大 我们就从上海的就能看出来 因为上海本来呢 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县城 但是呢在英国人手里面 短短几十年 它就变成了这个东亚 首区一直大都会 然后呢 就是香港 实际上英国人在亚洲经营了很多地方 比如说还有孟买 还有加尔格达 这都是英国人的成就 但是呢 遗憾的是 这些获得过这个英国恩惠的人呢 很少有人对英国人表示感激 当然 我听说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香港人 感激 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中共最大的伤害 几十年二十多年前 当英国人要撤退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的香港人心里面都输了一口气 心想 哎呀 这个高高在上的英国人终于走了 然后我们就自由了 我们就可以享受这种自由 然后 还可以从中国多赚一些钱 现在中共终于粉碎了他的迷门 没有自由 香港什么也不是 没有自由 香港什么也没有 现在呢 美国已经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即这个上个星期呢 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中共 起草和在幕后推动制定港版国安法的那些中共要员之 之后呢 蓬佩奥又宣布 这个 对这个香港呢 进行更多的这个制裁 宣布呢 就是说呢 不再向香港出售一些跟国防相关的物质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 过去几十年来 中共的大量的这个军事技术都是在香港 以香港名义进行采购的 也就是说呢 他们在香港注册公司 操纵香港的一些这个港间 做代理 比如说董建华类似的 或者过去的霍英东之类的 从美国 从英国购买一些设限敏感先进技术的这个产品 甚至是国防产品 所以说呢 蓬佩奥这个制裁呢 基本上意味着中共呢 很多很多的这个技术设备 跟军事相关的技术设备 就以后更难采购了 还有呢 这个美国商务部长宣布呢 正式这个取消香港的这个贸易优惠地位 因为香港的贸易优惠地位呢 对于这个香港来说是异常重要的 美国英国和西方世界 尤其是美国给予的这种地位呢 使得香港享有一种特殊的关税待遇 就是远远超过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而且呢 这使得香港呢 也能够无所顾忌的购买大量的英美的这个技术产品 所以这种地位一旦消失了以后呢 不仅是军用产品 就是民用产品以后 涉嫌高科技的产品 香港也就无权再购买了 他讲给中国的其他城市 比如上海武汉北京一样 就不能够再有资格获得这种特权了 另外呢 这个香港人呢 也在进行抗议 香港的这个学生领袖黄之分 周庭和罗冠冲 集体退出香港政治 他们这个行动呢 我认为呢 不是说他们就要撤退了 因为恐惧而害怕 而是因为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强烈的抗议 另外呢 可能跟香港政治内部呢 出了一些问题有关系 他们表示呢 他们将以个人身份继续为自由事业做出努力 美国的这个福克斯电视台呢 就是做了一个节目 说中共真正的占领了香港 也就是从明天开始 7月1号开始 所以中国的一国两制呢 正式结束了香港的自由 一层昨日谎话 一般各界都估计呢 美国会进一步的采取更多的这个制裁措施 彻底给中共断览 因为香港呢 它还有一个金融也非常重要 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员贪污的大量的钱 是不能够直接汇往美国存在账户里 甚至都不能直接汇往瑞士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呢 没有办法证明这些钱的合法性 这个钱呢 在西方 按照西方法律 就属于黑钱 所以他们要必须洗白 怎么洗呢 一般都是在香港清洗 在香港洗钱的办法多种多样 但是呢 它要经过香港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汇分银行等等 一系列西方式的银行 才能把这个钱洗白 然后才能汇往西方 作为账款 乘其储存起来 所以说呢 一旦这个美国 给这个香港呢 这个金融的特殊地位 也断绝以后呢 那么香港将来 中共的高官的洗钱 甚至已经洗出去的钱 想再拿回去 都困难重重 还有呢 就是说呢 这个中共呢 也很恶心 因为它这个 最近这一年来 面临香港的抗争 它不能够采取措施 太严厉的措施 但是今后呢 由于中共的这个国安将 直接入住香港 所以他们可能要 残酷地对待港人 打势 那个镇压港人的自由意志 为了这个 扫清障碍 也就是说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障碍呢 就是在美国的八万多 在香港的八万多 美国公民 中共指使 这个港共政府呢 现在对这些美国人 进行驱赶 他们想的这个招法很损 就是什么呢 凡是香港管理的公立医院 在病人入院治疗的时候 都要求病人出示 非美国身份 也就是说 你是其他任何人 都可以到医院治疗 唯独美国人不行 这一招太损了 这一招呢 将逼迫八万美国人 不得不离开香港 因为呢 香港的大型医院 主要的医疗机构呢 都是过去港英政府 留下来的 现在形成的公立医院 其他呢 都是私人诊所 所以说呢 这就对 在流港的 巨港的美国人的健康 构成了严重的这个威胁 所以说呢 美国人我相信得撤退了 英国人呢 可能也得要考虑撤退了 而且呢 现在他们的这个银行机构呢 也正在撤退 如果说这个英国人 美国人撤走以后 香港剩下的 可能只能就是一到处的 都是空房子 而且他也没有什么生意可做 现在日本东京呢 已经计划在五年内 取代香港 成为这个亚太地区的 金融中心 另外还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呢 就是印度呢 除了整军备战以外呢 还对中共进行了 一个严厉的制裁 就是禁止几乎所有 中国软件在印度运行 这些软件包括 这个非常受欢迎的TikTok TikTok据说有几亿用户 有一半左右都在印度 然后呢 还有中共的QQ 微信 北斗 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 软件 应用程序 全部被印度禁止 所以印度人现在 一步一步地打算 首先与中国脱钩 因为他意识到 随时要跟中国 进入战争状态了 他不能够容忍 这些间谍软件 继续在印度人的手机上运行 从往呢 让中共能够切提到情报 最后有一个消息呢 也要提醒大家 那就是英国的这个BBC报道呢 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流感病毒 这个呢 跟过去的猪流感 不一样 是一种 可以在猪身上携带 但是呢 也可以感染人类的病毒 而且呢 这种病毒基因呢 在传播上 就进入人体以后呢 会产生变异 从而产生新的病毒 对人类构成新的危害 由此看来呢 中国真是世界的这个灾难病毒 邪恶的中心 将对人类呢 构成越来越多的威胁 所以说呢 国际社会呢 需要联合起来 遏制这个消灭中共 然后遏制中国的各种各样的黑恶势力 尤其呢 要阻止它的病毒 向全球进行新一轮的传播 好 谢谢您的收看